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們探討另一個問題 現在常見到的 看到香港人口,不止香港人口 全球都會有老化傾向 很多時候在街上走,尤其是這幾年 發覺路面上有很多人坐著輪椅 無論是電動輪椅也好,或是普通傳統性的輪椅 在走路上,或是有些老人家 亦需要家人或其他外傭姐姐 替她扶助,來走路,生個拐掌 走路都很差 亦發覺到很多時候有聽到一些人說 老人家走路,跌倒了,寬關節斷了 做了手術後,可能要睡臀床半年 才能起身,物理治療等 亦有些研究報告中 原來一旦長者跌倒後的死亡率 如果算起來,比患有癌症的死亡率還要高 這個報告看到 大約有10%的長者跌倒後 其實在一年之間,就會去世 所以在長者或老人家跌倒的情況下 其實也挺嚴重的 最近在網上看到另一篇文章 題目是 《中年後的自信不在大牢,而在雙腿》 這是丹麥大學研究的 他們認為,如果兩周不動腿 腿部的力量下降了10年 中年後的自信不在於大腿,而是雙腿 很多人都覺得,成年後後 擔心腦退化、腦人之外等 但原來忽略了我們把腿部 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年紀增長,腿部和腿部 必須保持強壯 當你變老時,別擔心頭髮變白 皮膚下垂或皮膚相反 你應該好好照顧你的雙腿 強壯的腿部肌肉 被美國預防雜節列為最重要的肌肉 是長壽的標誌 兩周之內,不活動雙腿 腿部的力量下降10年 研究發現,各個年齡層的人 如果兩個星期不活動 腿部的肌肉力量會減低4分1 相等於衰老20至30年 如果腿部肌肉沒有力 即使我們進行康復訓練 亦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到 定期的訓練,例如散步,非常重要 整體身體的重量集中在腳上 人體用腳承受身體的重量 人體體重的50%都在骨骨上 而50%的骨落都在腿部 人體最大、最強的關節和骨落都在腳上 強壯的骨落、肌肉和靈活的關節 構成了鐵三角 承載著人體最重的負荷 你70%活動能量都在腳上燃燒 年輕時,你的大腿力量足以舉起一輛車 腿和腳是身體的運動中心 腿承載著人體50%的神經 血管、50%的血流量 連接腿部和身體的大型循環網絡 腿的健康者,血液流量暢通 腿部的肌肉發達,心臟就強壯 人老了,就要從腳部開始,然後向上 除了人的年紀增長,大腿和腿部傳遞的指令 準確性和足度會下降,不及年輕人 除了人的年齡增長,骨落遲早會流失 所以老年人容易發生骨折 老年人骨折容易出現病發症,尤其是 老血傳等致命的疾病 據統計,15%的老年人在大腿骨折後一年內會死亡 60歲的男人鍛煉腿部永遠不會太遲 腳和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老化 但鍛煉腳和腿是你一生的使命 這篇文章上很強烈地標榜了 我們要注重腿部的力量 袁先生,在你的臨床上 有什麽可以提示給觀眾和聽眾 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呢? 大家都可以觀察到 很多人沒有信心 其實他沒有信心不是對自己的思考能力沒有信心 他沒有信心走路 你經常都聽到這件事 他會覺得要扶,拿拐掌 拿拐掌都可以了 有些人不想讓人覺得他是老的 連拐掌都不肯拿 有些人拿拐掌 幸好香港下雨也有機會多 還有有時候曬也很厲害 所以平時帶一把掌當拐掌 其實也是好 都可以 可以輔助的 聽到很多人跌掌 跌一跌就說臥床很久 最近好像聽到蔡蘭 說他扶他老婆 不小心自己跌 要臥床性翻炎 所以問題是兩方面 一方面是骨質鬆疏 營機大的人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營機大的人是走路走得不穩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做 當然骨質鬆疏問題 一般人都想到補蓋 但我們也知道在網上有很多資料 其實補蓋未必有效 甚至有些危險 因為你用這些蓋圓的方法 你的身體第一 是未必吸收到 就算吸收到 未必能進入你的骨 他可能去其他軟組織 在神果方面 出現神石 或者關節方面 足以關節的腫脹 畸形變形 所以這個問題是怎樣處理最好的 在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其實幾十年前 就已經有了這個答案 如果大家有機會在我們診所 你會看到我們診所 有一個跳彈床 在診所真的有三十幾年 不斷地有小朋友 大人在等醫生的時候 真的跳跳跳跳跳 最簡單最簡單最有效 就是要跳彈床 第一 他可以鍛鍊 当然你可以走路,但有时香港经常要走路 但香港走路的环境不是很好的 街道窄窄到死,要避离避去,雙床里不是很多 虽然也要走路,但走路的环境是一般的 如果能有一个运动,可以在家里占位很少 三尺直腱三四尺直腱的一个弹床 可以随时走上去跳几下 其实不需要很久,一会跳五分钟,一会跳三次 足矣是把肌肉锻炼得很好 跳弹床不单是训练你的腿肌肉 其实那种弹床是有一种淋巴的 因为弹床的力量是不像跳绳的 不是这样走路的 因为很多人跳绳走路,大人可能做得不太好 也很喘气,可能会伤膝头高 所以弹床是一个很好的代替物 第一 因为所有运动都是跟地心吸力抗拒 跳弹床是直接跟地心吸力 而且它是推动你的肌肉 最重要是推动你的淋巴 因为肌肉收缩 推动腿部的淋巴和植物 减低植物的阻塞问题 最重要是令你的骨质硬一点 大家知道骨是如何成长的 当骨要有负荷 它才会硬一点 等于你的身体的皮肤 如果经常经过磨擦 它就会起枕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 当你的负荷大 你需要的时候 它就会变硬一点 所以这个跳弹床 是令到你的身体的重量 整个身体的重量 都是脚那样 然后你做这个负荷 虽然一天三次每次五分钟 但你得到的运动价值是高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另外当然是晒太阳 当然香港的太阳特别多 你出身街就不要遮蓋 包得满了 尽量吸收阳光 製造多些维他命D3 身体能够吸收盖 可以进入骨 所以这个跳弹床是一个很好的idea 我说回我们三十多年前 我们认识了一个弹床 弹床好像很普通的东西 但其实弹床有很多的等级 这个弹床原来背后有一本书 是介绍的典故 原来当时有一位美国的体育运动家 是来香港训练香港的部队 纪录部队 纪录部队 或者消防 其中一个训练他们的工具就是用弹床 当然他用香港找到的弹床 但是发现这些弹床被纪录部队大大分分的人 不断的来着跳跳 很快就坏了 他就觉得他就发现不行了 他需要设计一张弹床很坚固和很够力 是不会坏的 于是他就全世界找些好的材料 设计了这张弹床 我们公司这张弹床 继续了三十多年 各人也同意我说的 很多人也曾经买过弹床 但发现很多时候弹床就坏了 还有弹床设计的弹功好 它的弹力度比较温柔的 弹力不会搓缓的 比较固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節省才可以买更好的弹床 大家有机会上来诊所,自己可以试一下 当然需要较重点,公司会帮你送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可以有30多年 过去很多病人都会买家製的 因为香港始终地方不是大 买运动驾山在家裏,很多时候是因为家裏不够大 但这张弹床的好处是可以推在一边 当然它的脚都可以收起 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每次用脚就收起它 用完之后就打开,其实不是很方便 最简单是把弹床推在一边 当然你也可以放起它 有些人就怕不行,营机大,平衡力不够 有时会跌倒 其实我这张弹床有一个特别的扶手 让你跳过的时候,你可以有扶手握住 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有信心 平衡力的问题 但当你练习得差不多 身体肌肉的平衡力一定会加强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跌倒,骨质松疏,跌断骨 是很常有的,营机大人经常发生的 当然你的脚是没有力行路 是非常不方便的 你不单要工人,照着你 虽然香港很多公共汽车,包括巴士 有些特别的位置 被轮椅推进去 但始终最好,身体保持自己的活动能力和自由 去哪里都可以自己去,有信心自己走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一下 其实我认为家人应该考虑 应该有一张很简单又便宜 效率非常高的运动价格 现在香港年纪老化的香港人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是的,为了自己自身保健的情况下 这是非常简单又方便,随时随地 也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影响之下 而能做到的运动 而刚才袁先生提到的跳弹壮 大家听众,不用担心 我们所谓的跳 不是外面所谓的集技队表演 要跳到这么高的 其实因为我们制造的弹壮 它的承托力和弹弓 是可以负重起码300磅以上的 所以一般人上去,只需要轻轻地按下按下 就可以做到淋巴推动 肌肉锻炼的训练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需要 是一家大小老少咸儿的活动 可以推动我们的淋巴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上来我们大香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无人欢迎 大家可以试一下 看看蛋床的质量 也可以上去感受一下 也有研究上 如果我们每天只需要在蛋床上 大约是这样跳,我们所谓的按下按下按下 15分钟 其实这个运动量等于 你做了一小时的带氧运动 而这个运动也不会伤到 你们任何的膝盖骨落 或者关子等 希望大家不要再犹豫了 要有行动,你的健康就会得到保障了 谢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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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